下面我们看高等数学18讲的第一讲 函数极限与连续 这个呢是正式进入我们的这个高数18讲 也就正式进入这个强化阶段的课程 我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那么基础阶段 我们复习了基础30讲 我们基础30讲的高等数学也分了18个部分 但这18个部分 我是按照大家学习 在大学期间的教学大纲的学习 在考研大纲的顺序下 把它按照顺序讲出来的 也就是说考研大纲也好 本科教学大纲也好 他们是按照大家学习的顺序 知识一环扣一环的把它学下来 这是我们的基础复习 那么到了强化阶段的复习 我们就不是按照这个来学了 我们提出强化阶段的三个重要的特点 或者说特征 我在这给大家写一下 请同学们记下笔记 在强化阶段 也就是说从基础到强化 能考研 要真正的上考场 拿下考研题 你必须具备这样三个能力 一个就是综合性问题 大家必须要有解决综合性问题的能力 这是第一条 就是说我一再在基础阶段 我们一再给大家强调 说这个基础阶段是400个积木 你一个一个的学 到了强化阶段 我就教给你 怎么把这些积木 有机的把它们拼在一起 按照他们知识本身内在的联系 我们要把它综合在一起 所以综合性是考研数学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这一点听话 是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你一道题表面上看在第一讲 其实他考的是第五讲 对吧 你表面看这个题考的是第一讲 其实他考的是第三讲 第四讲 第五讲 合在一起 所以这个综合题呢 所以综合性 他不光带小题 大题 大题小题都有综合性 他有的就是两个知识综合 那也叫综合 甚至有三个四个五个以上的知识的综合 我们待会会看到这样的例子 所以综合性是我们必须解决的 在强化阶段必须解决的问题 如果综合性 这个解决不了 综合知识的能力达不到 那你就达不到考验的标准 这是我说第一条 第二条呢 叫做新颖性 叫做新颖性 这是第二个特点 或者叫特征 什么叫新颖性呢 我们大家通常理解的所谓的新颖性啊 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这道题你没有见过 你复习了一年 你没有见过 就是不是常规题了 那新颖性呢 相对的反义词 就是常规性 常规性的题 在历年真题里面 大家常见 常见题型 以前做过 我看考场上卷子里头 还是这个题 这就没有新颖性 所以新颖性呢 它基本上大家从来没见过 那么新颖性在干什么呢 我们在强化阶段 比如说我们的强化阶段的 高等数据18奖 新颖代数9奖 概率统计9奖 那比如我们基础30奖 基础阶段的这三文课 我们实际上要有大量的 大家没有怎么见过的 新颖性的考题 要给大家介绍出来 讲解出来 做好预测 这个新颖性的问题 是具有未来性的 大家听好 是具有未来性的 我们是可以从某些角度 给大家做出这样的预测 每年也确确实实能 说到一些 比较准确的 说到这种新颖性的问题 这个是极为精彩的个事情 当然我们说新颖性 它更爱考试什么呢 它和综合性 这两个不是一个概念 综合性其实就是说 我知识把它拼起来了 明白什么 拼起来的知识 你只要综合能力强 你平时几个知识点会综合 这个问题解决了 但是新颖性 它更多的考察的是 深刻性 就是看你是否真正理解了 这个知识 因为你没见过这个题 对吧 它的命题方式没见过 所以你必须要透过 它的命题的说法 看到问题的本质 你这个知识 这个你的题目在新 你的知识是旧的 那知识我们就大纲 你大家学的都是一样的 这个待会我也要讲 大家待会还要看到一些新颖的考题 就是你对知识理解的深刻性 你是不是真懂了 这是第二个特点 叫做新颖性 第三个呢 叫做计算性 这个计算性 大家自然就明白了 计算性是指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计算量是比较大的 在基础阶段 我们还没有给大家 应该说啊 没有给大家做过多的 这个计算量很大的题目的训练 小事牛刀 只是把这个基本计算 记得清楚了 但是考研里头可不是这样 真正上的考场上 那么有的计算量是很大的 大家知道这个命迪老师是专门要考察学生的 在考验数学上的强大的计算能力的 所以有的计算体 它的计算量是很可观的啊 大家必须要把计算量给我 计算能力给我提升了 所以综上所述啊 在强化阶段 我们需要做三个工作 这三个工作是在基础阶段 我们没有实习到的 一个叫综合性 要学会知识点的综合 一个叫做新颖性 我们必须在重要知识点的深刻性上 很下功夫 通过新颖的啊 未来性的考题 做好对知识的深刻理解 同时做好预测 第三个就是要提高大家的计算能力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能够把这个考验数学 真正的拿下 这就叫做动真格的了 我们开始讲课 我们开始讲课 第一讲函数 界限与连续 大家打开2023版高等数学18讲 第一页 我们来看知识结构 这个知识结构啊 我又要有一句话说啊 我们在基础三星讲 大家记得 我们是讲过知识结构的 我们是有过知识结构的 可是那个呢 叫基础知识结构 我说过了啊 在前面讲这几个啊 特点的时候 我已经说过了 那么我们的基础知识结构 是按照考验大纲走的啊 考验大纲的顺序啊 教学大纲的顺序啊 他们是一致的 但是在今天我们开始进入强化阶段的时候 我们就不是按照这个来走了 请大家一定要把我的36讲的 强化阶段36讲的每一讲的知识结构 要把它记在心中 好 我们来看 这个知识结构是完全按照考验命题 实在下的啊 函数极限与连续 在考验当天那个卷子里面 到底是怎么考的 我们把它重新做了一个整合 比如说第一个 直接来写了啊 第一个 函数极限的定义 这个东西能考五分 小题啊 这个不出大题 小五分 这五分里面有五大考点 笔记啊 有五大考点 来了 第一个 极限若存在 它是一个常数 极限若存在 具有唯一性 极限存在下 有局部有界性 极限存在条件下 有局部保号性 那么极限还有一个叫做等式脱帽法 在极限存在的情况下 我们有个等式脱帽法 这就是它的五大考点 这个讲法就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明确的提出我们这个知识点 缺到哪五个点 这个知识点过关 接着听啊 然后接下来怎么讲课呢 我们接下来书上就这样写的 什么叫是常数 什么叫我一性 什么叫局部有界 局部保号 正式脱帽 先给大家介绍概念 然后紧正的介绍立题 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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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立题 然后大家就要相应去做习题 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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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习题 然后我们再去看真题 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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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考 然后大家再看模考题 模考题 怎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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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的阶段 学立题 做习题 做真题 去模考 上考场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一定是能拿下的 这就是复习方法 这就是我们真正掌握着的复习方法 你们一定要是这样扎扎实实去复习 才能够清清楚楚的知道 我在复习考验数学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叫做函数期限的计算 这是第二个考点 这个考点考的题 有五分 加上十分 既有客观小题 还有大题 我们很有可能 在大题的头一题 就是这种题 叫做函数极限的计算 非常有可能考到 这部分知识 跟下面的圈三 就有一个圈三 这个函数极限的存在性 和函数极限的计算 是什么区别呢 大家注意 我这样写计算 就意味着 这个函数极限 叫做limitfx 挺好啊 在x在某种区间下 这个极限是能算的 能计算 则算 而这个函数极存在性呢 叫做limit 还是这样写 x在某种区样下fx 这个呢 是不能算的 不能计算的 我们来讨论它的存在性 这就是区别啊 那么这个考点就分开了 我们在基础阶段是没有这种考点的 它是不能这样分的 我们只要考题是这两个 听话了啊 这两个和在一起 二三叫做函数极限 是什么呢 一种是能算 这算 第二种不能算 讨论存在性 我不知道它具体结果是什么 我知道它存在不存在 那么这个属于常规考题 这个就属于新颖考题了 这种极具有未来性 好 我们先说这个啊 那么在第二个考点里面 能算的里头 我们涉及到什么呢 是三个方法 三个方法 一个提形 笔记啊 记下来 叫做三个方法 一个提形 你看我每个都有数的啊 这是五大考点 这是三个方法 一个提形 所谓三个方法是指 化简先行的方法 哪些化简方法 罗毕达法则这个方法 泰勒公式这个方法 它叫三个方法 一个提形 我们往往以无穷小笔记 出现这种提形 你可以说啊 我们做函数提形计算 但是考研整体 它往往是说 看给你一个alpha 给个beta 甚至再给个γ 这三个人 做大小的啊 这个无穷小状况下 他们的阶数的高 阶数的高低 叫无穷小笔记 高阶无穷小 低阶无穷小 还是同阶无穷小 同阶里面 还有个等价的问题 但我用这个提形 来考察 函数极限计算 那么化简线形里面呢 我们设计的 要等价无穷小替换 这里面有学问吗 有学问的 你不要以为 只有几个简单的 等价替换 它这里面还有变体形式 然后这个很重要 还有恒定变形 恒定变形那可多了 这里面有些重点啊 比方说提公式啊 比方说换源啊 诶 比方说换源 换源法在 我们往往是在哪里学的 各位 我们往往是在积分学里 是不是叫这个积分的 一元还是积分学 我们有四大基本积分法 包括凑文法 换源法 分布积分法 有理还是积分 对不对大家 可是呢 我们可以把换源法 综合到这一讲理来 所以换源是一个重要的 考点啊 换源 还有一个东西 叫做终止定理 缺波斯大 太重要了 终止定理 终止定理 可能解决 函数极限计算论问题 这就是知识的综合 对吧 我们要详细来讲 这个内容 好 第三个 即时提出极限存在 且不为您的音识 这化解方法的三个方面 我们要详细去讲 这是第一个方法 三个方法里的第一个 第二个 卢贝达法则 这个不用我啰嗦啊 罗贝达法则 待会我们要详细讲 罗贝达法则成立的条件 罗贝达法则 失效的条件 这个都要讲到的 第三个 台诺公式 台诺公式 我们有十大公式 要背的啊 好 我们在强化阶段 给大家提出来了 十个公式 叫书记公式 书记十大公式 掌握 展开原则 两个展开原则 这里有两大原则 我们的条分履息 清清楚楚 好 掌握台诺公式 好 在这三个方法 技术上呢 我们用 乌雄乔 笔接的题型 来解决问题 好 这是二 这里有可能有可能 有五分的小题 或者十分的大题 二三 这件事情听好了啊 它分为 函数极限 如果不能算 有种具体型的 不能计算的 我们就是说 在罗贝拉法 是失效的情况下 用假比准子 两边假准子 这件事情 考过了啊 我们在考验 真体当中是考过的 它的年代 在2000年啊 二十多年前 去考过 有人说 这么久远年代的事情 今天还可能在考吗 各位 越久的 知识点 以前考过啊 隔的时间越久 考的可能性越大 请你记住这个规律 昨天刚考过的 反而现在 不会连续考 而很久之前的 那么考的可能很大 因为你们都忘记了 这有很精彩的考题 在里面 我们需要把它 学习好 第二种 叫做抽象型 抽象型 单调与的准则 来研究 函数基性的计算 这个有可能会出现 12分的大题 对啊 这个有可能会出现 12分的大题 甚至有可能成为压轴题 因为这种抽象型问题 它的分析味道 它的分析味道 是非常浓郁的 分析味道浓郁的考题 这个对大家提出的要求很高的 我们讲分析味道浓郁的考题 还集中到下一讲第二讲 我们下一讲 数列极限 也依然有这个 非常多的分析味道浓郁的考题 像这种考题呢 我觉得啊 就是整个三码 这个里面 不管是用夹背准则 还是用单调准则 这个是具有未来性的 在2023年的考验中 我认为 对于考验的学生来讲 这是要当一个重点的 一个预测的 很重要 很重要 这就叫啊 复习的这个深刻性和全面性了 这种是既有中格性 也有心理性的考题在里头的 最后一个指数点四 叫做函数期限的应用 这里面应用呢 主要考的是连续与间断了 这个小五分 那涉及到两种位置 两个概念 一个是连续 一个是间断 这个就可以了啊 这个题一般来讲比较常规 也几乎没有同学出错 就说你如果这个连续间断 能够准确的判别 说明你函数极限 能计算的这块 把握的很好 好 以上呢 就是我们整个 这个第一讲的知识节目 我想啊 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 一个非常详细的 这样一个说明 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什么道理呢 你们听好啊 在强化这段复习的时候 你就要把握这样的知识结构 我整个第一页 就这么一页纸 我们一定要把这张纸 要把它背下来 你听我这个课啊 这个知识结构 先听一遍 然后大家后面好好学啊 听好了啊 把整个学完之后 你再回到这张纸上 再重新听一遍 你的整个感受 是完全不同的 这叫把书 由薄变厚 我一张纸 我讲了整个这一张 那你就需要展开了 把一张纸 变成一叠纸 把书 由薄变厚 然后呢 你再把书 由厚变薄 你再回到这一张纸上来 这一讲 你学会了 这叫学习方法 这叫复习方法 好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知识结构